甜菜叶儿NPV 就是本省的重要害虫 这种害虫是扎实性的 它对青葱、落花生还有满天心 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因为这种虫子对化学药剂很容易产生抗性 所以其他的防治方法的选用 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生物防治法是其中之一 生物防治法中的维生物防治 因为这些虫生病人维生物具有很容易大量生产的优点 是我们目前开发利用比较成功的生物防治法之一 其中的昆虫病毒在很多害虫的防治上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我们知道昆虫病毒一般分为三种 一种是核多角体病毒 我们简称NPV 另外一种是细胞质多角体病毒 我们简称CPV 另外一种是颗粒体病毒 我们简称GV 那甜菜叶NPV 就是能够感染甜菜叶的核多角体病毒 我们简称甜菜叶NPV 那这种病毒在实验室 跟田间已证实对甜菜叶有很好的致病性 所以可以提供我们未来在田间房治甜菜叶的参考 使用甜菜叶NPV以后会有什么好处? 嗯 甜菜叶NPV属于生物防治的范围嘛 那生物防治跟化学防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没有农角残留这个问题 所以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就是说 这维生物防治 NPV是属于成分病的维生物 那它有大量能够大量生产的优点 另外的就是它对其他有益生物 它这种病毒专业性很高 对其他有益生物或是人畜绝对安全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跟其他方法配合使用 就是一般我想昆虫病毒 就是田菜叶NPV应该有以上的优点 那应该怎么样使用田菜叶NPV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 田菜叶NPV属于重生病人维生物 我们讲过了 这种东西构造很简单 所以构造简单 对外头环境因子的影响 特别敏感 所以我们在使用时要注意 整个环境的因子 对它的影响 特别是紫外线 昆虫病毒就是田菜叶NPV 如果你使用到田间没有良好的保护剂 或是使用时机不对的话 它的效果可能在短短几小时就丧失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你使用的时机 最好是在阴与天的时候 或是在当环使用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另外就是说 你必须要使用一些斩灼剂 或是保护剂 因为斩灼剂啊 可以 就是促进它 斩灼的能力 还有粘着的能力 可以增加它的效果 像 Bivered Argonite 都是很好的斩灼剂 混合使用的时候 都可以提高它的杀虫效果 那保护剂呢 像尿酸啊 活性碳 这些东西可以吸收紫外线的波长 对填灼的MVV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些都可以参考使用 另外的呢 就是 一般的这个昆虫病毒啊 就我们讲的填灼的MVV 它的杀虫效果比较慢 所以如果冲口密度很高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先 使用化学性杀虫剂 把这个冲口密度降下来 避免作物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伤害 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介绍 谢谢ynen 谢谢您 doct